9号是巴勒斯坦学校新学年开学的日子 同时也是联合国设立的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 然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60多万学生目前仍然身处战火之中 他们的家园和校园在冲突中被毁 这些无学可上的孩子们在开学日需要走上街头 用打工补贴家用 本该开学的日子 12岁的伊亚德却在加沙城中心的街边售卖果汁 持续的冲突让伊亚德无法继续上学 他的家庭也在冲突中断了收入来源 为了补贴家用 伊亚德和弟弟走上街头 一个卖果汁 一个卖糖果 我们现在我们计算的不好 我说到我们讲那些日子 这期节目在大厦间 我们寻找到大厦间 我们在请到大厦间 我们投授下市 我就在以继续来 因为我生活在大厦间 我们在坐在大厦间 我们在做大厦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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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整个加沙地带 到处都是像伊亚德这样的孩子 阿布杜勒·卡里姆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无学可上 同时为了贴补家用 本该在今年九月升学的塔 只能每天拉着一人多高的冰桶 在街上售卖冰水 不可能你会在学校中 前面的教授 如果你有朋友 你会去玩 什么会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比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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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比较好 我们比较好 我们比较好